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觀穎今天為日本甜甜品牌站台 已經嫁為人父的他 自認廚藝如何呢 當然是不太怎麼樣 轟韌這方面 我真的不是我的強項 但是有嘗試過 就是有做過souffle 然後從烤箱拿出來的時候是他的 所以還有 最簡單的就是烤餅乾 就是只有烤餅乾是 比較成功過的 身邊好姐妹們大多都生小孩了 觀穎和老公也會急著生一個嗎 我覺得真的就是講求緣分 自己有沒有期待希望男孩女孩 然後自己希望能夠有幾個 當然我會 我自己個人是喜歡女生 那我從來沒有問過我老公 我想他 我覺得健康應該是比較重要的 婚後就比較少有演藝工作的觀穎 已經把生活重心都投入在家庭上了喔 現在的我80%以上吧 其實我已經算是全面退出了 尤其是在戲劇電視電影方面 是真的完全幾乎是全身而退了 那活動的話其實就是 只要不要太多的時間 幾個小時跟家裡請假一下 比較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生活就是比較在 來著重在家庭生活上面 包news新聞網採訪報導 有什麼時間的 但是我可以看到 今天文書已經在戲劇中 有什麼地方 就在戲劇中 好 有什麼地方 有什麼地方 我今天也沒 message 雜著 有什麼地方 有什麼地方